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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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上个星期我重启了Note 10 MCU 的教学之后 下下真的有很多学习STEM 的朋友去联系我 他说卡洛斯我跟着这个步骤做 都做不到的 那我想回一下我上个星期做了什么 没有啊 都是着颗LED 和在颗LED显示的Hello World 没理由做不到的 啊 我知道为什么了 你想不想知道呢 继续听下去 其实我想说 凡乘接触了一件新的电子产品 或者新的电子教材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当然会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玩下去呢 你就会得心应手的了 所以大家想学好Note 10 MCU 一定要冲过第一个关 解难解不了 就好像拗痕拗不着洋处那样 其实我开始收到HKKU 给我这块板的时候 我都遇到很多问题 不过呢 由于我拗痕 已经变成了一个拗痕高手了 所以很多问题呢 都能够迎人而解 那今天呢 我就继续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使用这个配置的时候 才是遇到一个问题 和教大家多几招 如何运用这个OLED display 去显示一些文字数字 而能够真的获得一些真实的用途 而我今天所用的硬件 现在课程的教材呢 都是由香港大学电子实验室 所提供给我的 好 我们先继续上一次 Hello World 把它改为Hello Carlos 而我今次呢 就用了另外一部呢 我用来开发软件的电脑 所有软硬件的程式库呢 都是update到最新的 但是啊 编译和上载之后呢 竟然是失败的 我想一下 这个就是上一次 有些同工或者学生呢 跟着我的教程一步步做 但是都不成功的同样情况 那怎么办呢 考虑到呢 因为香港大学电子实验室呢 他们扣入了这一批硬件 去供应给老师 我们是需要跟着他的指示 下载适当version的软硬件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比较笔记上面呢 原来Border Manager呢 是需要下载 ESP8266的version 2.3.0 相对我现在用的3.0.2 是一个比较旧的版本 还有还有啊 要下载VCP Driver 还有呢 就是Library 我们要下载Ada Fruit SSD1306的version 2.0.3 还有Ada Fruit GFX Library 的version 1.7.2 于是我就跟着指示 将所有的硬件软件都downgrade 然后再进行编译上载 没理由不行的 打回圆形之后呢 首先你会发觉呢 编译完上载画面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就是显示橙汁1.5 而最新的ESP8266 version呢 是会显示上载的百分比的 但是现在我们先不理那么多了 能够安装用到就可以了 果然无花无假的 安装了旧版之后呢 就成功了 好了我们使用这个配套呢 解决了基础的问题呢 那之后的路就好走很多了 其实我就用过很多LED 不单可以来显示字 甚至画线画图都可以的 基本上呢 它和一个小的显示器 没什么分别 但由于我就不太熟 一块这么小的LED 那现在我设定了之后呢 我试过 都没办法画到线或者图 但不要紧要 反正一会我们的隔号活动呢 都是主要用文字显示的 那我就想试试 究竟这个这么小的Display 可以打横显示多少个字母 和打动显示多少个字母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设定了Test Size 等于1 那就是 应该是一种最小的字母 那颜色呢 就是白色的 那现在我试试呢 就0123456789 0123456789 即是总共20个character 试试它能否有那个Display 好 一轮Compile 和Upload之后呢 我们看看 咦 是可以的 加多一个呢 都可以的 21都可以 好了 我们又看看 打动可以多少行 了 那我将这一行呢 Copy 三次 应该可以塞满的画面 应该就可以塞满的画面了 我觉得 试试 好 编译完 和上载了 没错的 即是说 用Size 1的Text 就可以21乘4了 那如果我改 Text Size 是2 大家看到了 只能够10乘2 那其实是Double了Size 那如柱类推 变3 其实这个情况都应该是类似的 应该变成 我原来用Text Size 3 就可以7乘1 那下面那些就看不到 当你要显示这么大的字 就用Text Size 3 好了 我们又试试玩另外一个东西 我相信这个东西可以 就是把字体反白 我们试试这样 我们来用Text Size 2 好 成功的 是不是 反白的 好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何卡路斯要花这么多时间 去试试这个OLED 可以显示的范围呢 因为接着呢 我要利用它来制作一些儀标 例如一个 电压标 或者温度计 或者濕度计 等等的东西 我好想知道 它的画面最尽 可以显示多少个字 会不会有些字呢 是出了界 明明想看少数点后两个位 而只是看到一个位 好了 下面的内容呢 我们来采用 电脊架后实验室的课程 教大家 如何利用这个配套 做一个简单的电压标 其实我们接着要做 电压标的理论 就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Note D.M.C.U. 的左下方 有一只A0的脚 就是一只类比的输入脚 我们可以把它连接到 我们要量度电源的正极 然后将GND 任何一个GND 连去电源的负极 而A0这个脚 就可以检测到 0-3.3W的电压变化 如果你用编程 去读入一个A0的数值 它读进去的 并非是电压 它读进去 是一个0-1023的数值 2的8次方就是256 2的9次方就是512 2的10次方就是1024 即是总共是1024的分段 当A0这个脚读到这个数值 我们将这个数值除以1023 就会得到一个小个1的数值 而将这个数值 再乘回3.3 就会得到电压 至于得到这个数值 我们放在Voltage 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就把它印出来 不过印出来之前 我们先印了一个Label Label 用印号 括着Voltage colon 现在我们将这个程式 upload上去NokedamCU 大家就可以看到 显示是怎样的了 一边编译中 和upload中 我们先来插了两支 量度电压的探针 我们找一条红色的线 代表正极 就插在A0的位置 另外一条白色的 代表负极 插在GND的位置 接着呢 我就找了一粒电芯出来 不过不知道 它是有电还是没有电 我找个他标 看看它 以显示1.615 即是新电池来的 好了 程式差不多上载完了 显示了Voltage colon 0.0几 那我们可以开始使用 这个字制的电压标了 好 好 显示1.57 和万用标的读数差不多 算是很成功的了 经过今天的讲解 大家最早应该明白到 怎样可以搞到 这块NOTEMCU的工作 将来买到不同的硬件 都懂得自己去解难 找出编程的方法 至于今天再介绍了NOTEMCU 唯独一只类比脚A0的功用 而下一次我会更加准备 多些不同的配件 让大家了解 如何发挥 这个NOTEMCU的无穷创意 如果你有机会 和学生研讨到 如何利用NOTEMCU 去制造一些新的点子 记得留言告诉我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为止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订阅加赞 和分享出去 拜拜